海鲜还能吃吗? 早上听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过现在吃是没问题的 今天我们来做个自创的海鲜包仔饭 比煮酒饭还好吃 自己动手风衣煮食 卤水先煮开 配料我把它打在屏幕上 再把洗干净的五花肉放进去卤 大家说说看 如果海鲜真吃不了 肉会不会涨掉呢? 卤水详细做法 往期视频经常花 最主要就是我们这包卤六宝香 五花肉卤了半个小时 把鲍鱼放进去 浸卤20分钟 准备了几条虾 一点青菜 砂锅抹点油 下洗干净的湿苗米 加入少量的水 刚刚摸过米就行 盖上盖子 15分钟 卤熟的五花肉 鲍鱼 再给它切小 哇 茫茫的食欲 再把它铺在放上 虾 菜 淋上卤汤 滋滋的声响 盖一分钟 肉香 米香 迷茫整个厨房 包仔饭 也有锅巴 才好吃 来 海鲜 包仔饭 那鲍鱼怎么那么入味 乳瓜的 不一样的海鲜包仔饭 这一锅可以吃三到四个人 记得点赞收藏 下期再见 拜拜